你别生他的气啊 他就是针对我 他从小就没看得气我过 你看 舞蹈弄枪什么的 我的确是不在行 把你的皮给我 大哥这人你也了解 一向鲁莽又容易冲动 你就只望着用这玩意儿当家主吗 我又不想当家主 你们兄弟二人皆为涅室之助 应当齐心协力 你也能证明你自己 叶怀桑 看看你现在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你非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暴鼻二王 死在我面前你才敢罢休吗 你究竟何日才能真的担忧我孽氏的安妃 叶敏君 既然要死就歇死我吧 魂桑 你都怪我 你是我连累了 大哥在 就算我不是秦禾的儿子 我也是他唯一的弟子 这事有这么重要吗 难道就为了念识能有个宗主 就要让我舍弃我的哥哥吗 我做的定不如你 魂桑 我刻苦练刀 本以为可以找到破解之方 我却不想是重蹈显人的覆辙 我比你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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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因为我时日不躲 大哥 大哥 这孽家的重担 早晚要落在你的肩上 大哥 大哥 大哥本以为可以活你一辈子 大哥 快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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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寄功尽力 才会如此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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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儿 不也是为了给大哥 弹琴治病的吗 此短笛能吹奏出 清心凝神之响 我这就交给你了 遇到大哥 心神不稳的时候 吹一小段清心音 这也能管用啊 魂桑 隨便 建安身边你 多谢三哥 谁能说得准 伊陵朗祖未无限 不会在今日 看来无论是谁 在墨家庄留下这个刀琳 都是为了让我们找到吃跟从 所以 走火中 应非应该 三哥 真是没想到 这怀桑雄 竟然当上了聂家家主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获得了 一问三不知的称号 他还能做什么呀 这个人看来 知道金光瑶 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不是你报应 而且恨他入口 我这个人 十有八九 是一只赢我们追查 赤峰均死因的人 到底是谁 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这人每一步都深思熟悉 在城府之身 只怕不在金光瑶之下 你能怀死 死亡 你没有想过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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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你是唐蓝 死亡 死亡 但是你背后还有一只黄雀 死亡 死亡 好一看一问三不知 难怪 难怪我 藏了这么多年 我可真是不送啊 我居然是这样栽在你的手上 我居然是这样栽在你的手上 家规家多少条 最重要的家训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知不知 还请卫兄指教 你也凶啊 那就是 不可结交奸协啊 可如果不该我做的 可如果不该我做的 我也做不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